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前两天其实有一个新闻,我们就没插住功夫说 法国大报世界报登了一篇文章,很大的文章 中国强国崛起,环球时报就给整出来了 法国人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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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媒体如何如何如何 八个版面,里面有八个版面去讨论有关中国强国崛起的问题 结果他没看详细的,被人给忽悠了 然后意思就是说中国崛起引起了包括法国媒体,世界媒体如何如何 他一通吹嘘吧,那其实里面他不是这么回事 里面真正说的内容直接抨击了中共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共的邪恶 里面抨击了这种中共现实状况,这种独裁的扼杀人性的制度 扼杀人性的体制,控制人民,控制网络,控制一切 那个权力切割什么,他就就讲了所讲的内容很多了 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国内去登,去登之后呢 他还去评价,也就说有人说我看评论说 说他们是不是不懂法语不懂这,我个人觉得不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太糙了,太粗糙了,太响了,太粗糙了 因为实在他知道在海外所有媒体,正常人的媒体都会痛斥中共的邪恶 因为他不是人啊,那正常人的环境,他都知道,很简单的正常人的环境 他完全是反的,完全是对比的 但是中共的体制本身呢,很期待别人认可 很期待,这是中共党文化当中,有文化没文化的人 生命被摧毁,文化不文化两回事 所以他当生命被摧毁的时候,他太期盼着别人对他的成功了 太期待了,就是别人对他的认可 人家说外来的和尚好年轻,别人对他的认可 在他心目中那种自卑的,自脸的,自残的心态 表现出自我强悍的,所谓的如何 都是中共党文化当中的非常标志性的东西 非常标,就像说北大的女孩 克林顿访问的时候,发表了爱国热情 牛脸把克林顿当成跨越太平洋的梯子 一下就嫁给美国人家 哎,你说什么都瞎扯 我现在是美国人的老婆,我生了崽子了,完了 说你为什么那样,活着,生活方式手段 你能这么活着,我就不能这么活着吗 说你不对啊,你这个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什么都是工具,你为什么要相信呢 我是北大的,我是清华的 他就让我这么说,我就得这么说 我不这么说,我哪有出头机会 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能见着克林顿 我不见不着克林顿,我怎么出名 我怎么出名,我出不了名,我怎么能够跟美国人搭成钩 费什么话呀 我都给你找着理由 对吧,就像十九大开会 说都在胡说,什么胡说 他就是,他就这么活着 这就是这样的 有共产党矿界,他就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学者在讨论 为什么是独裁,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有共产党在,你提那么多为什么呀 他是头驴,他就是驴 你说他跟马长得一样,没关系 他是驴,他是驴,你听懂不 你非把驴说因为他跟马长得很像 所以他一定是马 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他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我们节目中讨论太多了 那这种讨论太多的背景之下 是因为中共党的文化 他扼杀生命的理念 只剩下利益的层面之后的表现 所以有时候我做节目我也觉得挺累的 因为在我眼睛里我觉得这什么都不是 但是人家谈的有来到去的都是什么法国媒体 英国媒体,德国媒体,美国媒体 都是大媒体就登这些,也采访这些 那你说咱说什么,大家都这样对不对 人家都吃萝卜,你非说吃萝卜干 你说那是个萝卜干 你说这就是萝卜 那你只能跟着人家说萝卜 那不对,我只能跟你说 这是萝卜做成的萝卜干是晒了几天的 说行啊,反正它不也是萝卜 行行行,对 那你,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当你从生命的角度去看待的时候 非常清楚 新华早报针对这个十九大第一天第二天的开会 说这个十九大的主要内容 提出了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那新界常委呢,应该是竞裁游戏 新界常委是竞裁游戏 这是最难的 他说,其实今年遇到一个尴尬问题 信息少,悬念多 可能出现的意外结局巨多 我觉得就这句话是对的 信息少,为什么,正大呢 现在其实他们争,那是因为孙政才已经成为了颠覆 阴谋篡党夺权 反党集团 只有 只有 刘少奇有过 对不起,林彪有过 私人帮有过 胡耀邦 胡耀邦不是 赵子洋仅仅是分裂党中央 可不是阴谋 刘党中央权是敌我矛盾 所以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这不仅,这就是悬念多 信息少,因为没出结果 谁没吃了谁 意外结局 意料之外 就是说意外结局 但意料之中非常有可能 与前几届 党内会比较 今年的传说明显减少 因为都一党多 习近平 以他的手段方法 就像我说的 网络都得封杀 他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 党内都出现了颠覆 阴谋颠覆政权了 他能让你出现吗 高层保密和遵守政治纪律的工作 做得好 党内阵风出现转变 这不就是习近平占上风的表现 凸显本届领导人 不受限于原有肩价结构 做法的形式作风 没错 任何规矩对于他来讲 都已经不是规矩了 第一天拿出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 以这个为准 前面的全都被否定 前面的全都被否定 越是关键的决策 在运杖过程中越是密布透风 十九大的关键问题 就是报告 王岐山去留问题 静等接中 这是联合早报 世界日报 美国的 王岐山去留是焦点 境外媒体两派 日本媒体是王岐山离开 欧洲媒体王岐山留下 而王岐山去留跟习近平是否指定接班人 更受瞩目 甚至比习近平安排亲信入常 恢复党主席更具吸引眼球 可能是吧 这个只能各自评价 反腐沙皇动向 也反映了反腐松紧 是否受海外爆料影响 是否受到七上八下潜规则 五年后习近平是否续任 是否有重大变革 所以王岐山成了指标 我以为当双规去掉之后 可能王岐山已经不在中纪委 双规被去掉 中纪委已经被砍了 已经成了半身不碎了 已经就被砍了 第一天就被砍了 那第一天被砍了 那如果王岐山还一定留在中纪委 就像大家说的 把中纪委还看成历史上的中纪委的时候 是大家out了 大家不对 就是大家媒体根本没跟上人家形势 人家叫新时代 新时代习近平思想 你没跟上新时代 你生活在旧时代 第一天否定了旧时代 伴随着双规 这个双规被取消 所以有理由相信 王岐山可能不在中纪委 中纪委也完全弱化 人家已经说了 中纪委将跟监察委重叠 所以就是中纪委被监察委取代 王岐山说过 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 可以解读成被退休 淡化也可以解读成叫留任 新工作 如果从反腐高峰下来 无论成为主席之后的副主席 或者掌管国监委 甚至出任总理辅佐习近平 都有可能 要等于没说 什么都说了 什么都没说 对吧 什么都说了 什么都没说 我也觉得没说 香港东方日报 与西方民主相比 中共自上而下的人事选拔 安相操作 庞大的山头派系之争 政局平衡的不确定因素 有多 党内势力为了在权力斗争中 争得先机 采取向外放料的方式 攻击对方 引导民意 真真假假 大行其道 是 但是今年没有 我觉得他上面那个 新加坡那个媒体讲的对 他实际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 今年已经完全被弱化 十九大人事安排的名单各版 不少所谓的内幕人事材料 其实都是政治派系打击对手策略 尤其是关于王岐山进退和接班人的问题 成为博弈的焦点 王岐山反腐整风得罪诸多利益集团 都希望他这次全退 甚至退后被清算 坐实王岐山以贪反贪之名 共产党就是以贪而存在 什么叫以贪反贪 对吧 这些我觉得都是 都是一种权力之争的过程 都是一种权力之争的表现 他反映出来的是中共体制本身的邪恶 这我们我们说的太多了 但是这里面讨论的问题 王岐山的去留 习近平的接班人 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已经改变了 就是当习近平思想 被政治局常委全都接纳的时候 其实就有的中共中央的这些人 18大中共中央这些人 透过反腐被打掉11%的人数之后 那剩下的人基本就是听他呵呵了 新上来的人 他一个他要更多 他是第一经过筛选 第二他对整个上层完全是隔开了 完全隔开了 在完全隔开的背景之下 刘世宇在第二天就说出来 阴谋颠覆政权放在了孙政才的头上 那绝不是孙政才一个人 也不是周永康 徐赛后 郭布雄 他们一个人代替的 那这个时候指孙政才 为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就是意味着现在党内 还有他们的势力 有着他们更大的势力 孙政才只是作为接班人 有把椅子 这是我一再跟他说 他有把椅子 谁给了这把椅子 谁有能力把他推上这把椅子 而这把椅子直接威胁到习近平 那不是孙政才一个人能做到的 在当时是张德江来推荐 曾庆红举宝代表着整个江泽民的势力 而这个孙政才的背后呢 长期的贾庆林的秘书 然后做的是刘琦的副手 然后到了农业部 跟江泽民的妹妹有关系 他是一个整体的立体 江泽民集团的各剧方面的代表式人物 在十八大的时候 使得习近平被迫接受他 习近平被迫接受他 接受了他的五年 在真正习近平亮相 7月1号 6月28号在香港亮相 拿出他真实的面孔之后 不到半个月 两个星期即刻从香港回来 砍死他 在此之前 习近平一直没动 就这么回事